第四语我不认识这个技能啊 就是一个 以杀人方寸 帮别人关pk定位的主播 在每天的开启直播日常之中会挑选区内的一些玩家进行随机的pk pk之前他还有一些语言上的互动啊 什么我是你们去的执法方寸啊请接受我的审判 然后对不对对面一个超级生狗过来 理直气壮打了三下必杀必了三下打了三千三千三千直接倒地对面速度比这边的宝宝快直接一 把分解回家了 然后超级生狗从七千 瞬间涨到了一万啊 还有两个成名视频 第1个视频是被超级生狗切了第2个是他玩是队友的哈叫做天启不败战神 然后去花生寺 偷袭 偷袭一个门连关机好像打了41点血吧 打了个问号啊然后看了一下自己的属性说了一句告辞 等会给你们找视频啊 这个主播对不对虽然 总是有 挺多的争议但是 他毕竟是一个 对不对一个 角局者的一个啊一个身份加在大主播已经成型的情况下自己啊 后做起来的直播啊 挺火的这个主播啊 成名录像 超级神狗 真正的表演 你看 他开局啊是有些剧情的啊 催眠被催上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三千四 三千六 三千六 直接击杀啊 天员不败战神有话要说啊 对面直接一把缩地尺啊 动物速度比观战方宝宝快直接一把没有机会啊 逃离追捕都不行啊 嗯 聪明录像之一 别问我为何杀你啊 还有还有连环杀人师傅 连环啊 连环杀人师傅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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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 这个视频还得需要讲解 就是还是刚才那句话的刚开直播 然后 对不对 暖暖场 直接挑选一个开pk的人 要 进行教育让他告诉他不要乱开pk啊 然后打开对方的id就是证明对不对 我要指名刀性的干你干的就是你你不是人民人民币玩家吗就干你啊 然后开局先有一个对不对就是一个剧情环节见过连环杀人师傅吗在我出手之前 对不对 先加一个什么 一个自我加成的类似于野兽之类的buff啊 然后开始 没被封上 很自信打出了151 194 这个时候的操作就特别细节 在战斗中他按了out加w的一个快捷键看一下自己的属性啊 他这个时候是产生了质疑自己是不是忘带武器了 哎呀 属性对呀没问题外带武器哎呀卧槽怎么只打一滴血 啊 然后从质疑 刚才是质疑现在是震惊震惊的话梦幻西游有个特别好的表情叫警24 对于发射的事情有一些不可接受这个时候 从质疑变成了震惊啊 然后被人打了27 啊 对面还只是隐功 那十多岭的话连环机以后呢是没有逃跑的操作的是没有休息的操作的没有防御的操作的只能挨打啊 对面的一个弱点击破破防 再加上啊一个无情的二连啊 然后切错了这个时候对不对就寻求一线转机因为他不像 啊杀人方寸有那么多什么分身的技能啊啊兵解的技能啊对不对必须得啊和解啊从从这个震惊已经开始和解了开始谈啊提提人找大哥啊 大哥天原第一方寸对面没给机会30秒操作时间过后直接一把缩地尺啊 进入了这个啊进入了这个啊地府啊 这个视频对吧也是啊 经典视频经典视频小热门视频分析的很到位对吧 从前面的吃吃小菜啊到点名道姓的就要干人民币玩家到产生质疑的警二十四啊震惊竟然只连环接了一滴血啊 啊这个我兄弟们我跟大家说主播的做事和做人不一定是一样的啊 就是他只是以这种手段呢来进行一些自己资源上的维护人气上的维护啊对不对 战神阿轩啊 这个人他其实长得还可以啊长得还可以 长相确实还白白净净啊然后 精神啊精神啊 然后还有啥优点的声音也比较好听 而且战神阿轩的进入直播呢也算是跟我有点关系啊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个 他是跟我连外卖以后啊 获得了一些灵感发现他能当他他能当主播啊 长得确实还行 他长得应该在 CC主播里应该能进前五吧 CC主播的 前几名啊 雪无 颜希 阿轩 晚秋要瘦的话其实挺精神个还高啊 二狗 识话识说这五个啊 你要加上梧桐浩文瘦哥我呢那就不好好说话了啊 我我刚才说的前五啊我觉得我觉得个人来讲呢还是比较公正的不开玩笑的说前五